而讲到执法呢 现在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我们还要带给您的 是这个死刑的存在 到底要不要应不应该 现在最近在台湾 是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张义 而这个法务部长曾永夫呢 他刚刚就表示说 我们的终极目标 是要废除死刑 立刻连线给我们的 立法院记者林家元 好 再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法务部长曾永夫上任后 第一个难题 就是要探讨这个死刑的问题 今天他特别来到立法院 要来探讨说 关于死刑的存废 或者是未来的政策方向 他表示说呢 废除死刑 是我国的既定目标 但你一起来听听看 目标那其实有立委之意 这终极目标应该是总统说了算 或是立法院有一个决议 那怎么会是法务部就说了 这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会他们也觉得是怪怪的 这样很适合吗 法务部是 那个司法政策的执行者 当然法务部应该有 他的政策目标 所以我们是把 废除死刑 当着我们终极目标 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表 好可以听到呢 曾有富士表示说 废除死刑是我国的既定目标 不过呢 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以上是立法院最近状况 把镜头先交还棚内主播